字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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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我们批评了观众 看T1 General 有6步 上次我们说了Step 1 字幕组织 如果未有机会看那条影片的朋友 记得回去看影片 在下面的资讯 我加上连续给大家看 今天是精彩的部分 因为真的说到税 Step 5和Step 6 T1 Report 很多时候我经常听到 朋友跟我说 加拿大部税很高 我说也是 但很多时候他们都以为是一个税 原来在加拿大 是分别由联邦政府 去管车整个联邦 我们还有分省 另外还有一个省 我们都要交省税 所以其实我们交两个税 Step 5 先讲及关于联邦税 联邦税这个表 里面的联邦税的部分 就看到一个圈 很多时候我听你说 那些人都可能会误解了 如何看 那我们不如现在 用这个时间去解释一下 其实听开我和你聊天 都知道是 我们加拿大税 是一个累进税 所以在这里 会看到每个Tax Bracket 我们英文叫 就是每个税阁 究竟是由多少钱到多少钱 是哪一个税阁 而打多少税 你可以看到这里 最低的税阁 只是联邦压 就15% 去到最高的 如果超过了23万5千 的话 就会打到33% 那很多时候 那些新来的新移民 他会觉得混乱 就是说 整块钱 如果打交 譬如他是10万元收入 他只是在10万元收入 那一栏 第二栏 就出了整块数 那就觉得 为什么会变成 不是累进税 吗 为什么会是 只得第二栏有 你是不是一次过打了 我一个税阁的税 是的 其实就不是的 因为在下面那里 有一个叫做 803元8毫半 其实就是第一个税阁 53,359的15% 那我现在说这些数字 其实是用一个 2023年的税表 那2024年的税表 那个tax bracket 那个银码会有些不同 大概57,000左右 那么 其实就是说 已经是把最低的税阁 那个数 摆了下去 那个line 73 74 那里了 其实帮你计好了 前面那笔 究竟要交多少 而出现在第二行里面 那条数 是帮你计 减缺了前面那条数 之后 上面那一部分 要交多少税 是的 所以就不会说 哦 你是因为去了 第二个税阁 你将整个 整个收入 就打到第二个税阁 就不是这样的 是的 这个就要清楚一点 清楚好多了 好 那接着一部分b 就是我们免税额 叫tax credit 这个免税额 是non-refundable non-refundable 意思就是说 你 即使你有这个credit 而你用不完 不是 税税是不会给你 那块钱 就是打个譬如 如果你是完全没有收入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 15000元的credit 如果你是单身的话 那大概那就是 2000多元左右的tax credit 那15000元的话 就在联邦上面来说 即是说equivalent 是2250元 那它是不会将 这2000多元给你 所以就叫做 non-refundable tax credit 那在每个人都会有 15000元 那其实在这个位置 很多时候 已经有点混淆了 因为上一次我们讲到 是deduction 今天我们讲的是 tax credit 很多时候 那些人就会混乱了 或者混乱了 这两样东西 deduction 就是将你的收入减低 然后可以用来计 你的taxable income 而至于tax credit 就算从字面 其实都应该会 容易一点理解 就是说 计好你要交多少税 然后你有多少credit 直接减你的税 所以两样东西就不要搞乱了 第二就是 刚才说到那15000元 很多时候 我经常听到 有些客人跟我说 他说 我今年有28000元的免税额 即是BC省住 我说 为什么你有28000元的免税额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 大家就混淆了 以为联邦的个人免税额 和省的个人免税额 是加上等于total 你可以减的免税额 我都被他们搞得很混淆 然后我就说 不是呀 因为我们一要交联邦税 二要交省税 只不过 你有15000元的联邦免税额 你就在联邦的税 可以有扣减到 刚才Raymond说 15000元乘以15%的一部分 你可以减的 只要省的一部分 再成为省的税额 然后扣省税 不是加上等于 你用28000元收入 你就完全不需要交任何的税 因为你是零收入 不是因为这样 可以继续说 刚才Raymond也说 有些tax credit 就是你今年没用到的话 就sorry了 下年没得用 因为叫non-refundable 但稍后又会说到另一种 就是如果今年没用到的话 他就会以refund形式给你 还有一样要补充 就是我刚才有说 为什么乘以15% 那tax credit和income deduction 有一个最大的分别就是 我们现在说tax credit 15000元 或者其他之后说的东西 最后会乘以15% 为什么15%不是16%呢 其实15%就是联邦税的最低税 加15%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说 假如打个例子 如果我是在找25万的话 如果这个个人免税益 是直接减收入的话 那我就会省了7500元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就是超过了25万的话 我边际的税率 marginal tax rate 就会给到50% 就是大概 那就是说我会省1元 我就会省5毫子了 那如果这个个人免税益 是收入扣减的deduction 的话呢 那我就会省了7500元 但是在另一个情况之下 如果我是在找大概 可能是4万元 而我个人免税益 是15000元 如果这个当是一个deduction 那其实我只不过是省2250元 就差很远 对了 所以就是不公平了 加拿大很讲这个大外 公平 大外是吧你想讲 整天都大外 公平 所以就不公平了 变成是说 越有钱的人 省的钱就越多 那所以呢 在加拿大税制里面 就分了income deduction 和这个tax credit 而tax credit 无论你收入多少 都会打回加拿大的最低税界 那所以呢 就这里就会公平了 好 那就继续讲 就会大概通常有些人 会有些什么的问题 那首先就会是说 很多人都会在自己报的时候 都会 都会报一个叫 eligible dependent 那很多时候呢 就有很多 在香港过来的朋友 就会问我 我在这里呢 我供养父母的 或者甚至说 香港父母 他在这里 给钱回去供养 他说 那这个报税 我是不是可以 有什么东西扣回 那这样 那这里呢 就是一个水土不服的认知 好 香港是有一个公养父母 甚至是公养子女 那但是这里呢 是不会有免税额的 那等下说了 因为如果你有小孩的话 他是用另外一个形式 refundable tax credit 牛奶金的方法 去给钱了 所以不会额外再入 在这个 non-refundable tax credit 会有的 而大家也都好 有一个认知的错误 就是用一个英文去 直接去译回 我们的税例上面的 一些特定的字眼 而这个 eligible dependent 其实就是说 只是给一些单亲人士 而他也是照顾 未成年的子女 或者成年了 但是他有一个障碍 所以才可以去申报的 一个 tax credit 为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会见到 如果我们是结了婚的话 我们有一个公养的 在上面那一栏 而公养的话 那就是说 我们有机会是可以用 配偶用不到的个人税额 那在单亲来说 就是不公平 那单亲的话 他又要照顾个小孩 那他也是一个家庭 那他就会衍生出 这个叫做 eligible dependent 就是说他单亲 而他要照顾小孩 那他又可以拿多一个 个个人免税额的万五元 就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你是结了婚 大家一起有配偶 而有子女 就不可能可以清理到 这个免税额 那我其实也有些客人 他就真的有些父母 需要照顾的 不过呢 那个父母是患了一些 譬如老人痴癌 老退化症 已经不能照顾自己的一些 父母 他不一定会和他父母住的 他也告诉我 他也有些tax credit 可以用到的 那是其实在哪里出来的呢 那就会在那个 Canada caregiver 的amount 那里会产生出来 OK 但是你claim 这个呢也都要有 有多重的东西 需要去留意 首先第一 就是家庭医生 要写一张纸 是证明了 那个人是infirm 即是physical 或者mental infirm 另外也要证明 就是这个人 是靠你去生活的 即是你要在 一个金钱上 要资助他 以及这个人 要是加拿大商务居民 那这三个情况之下 你就有机会 可以申报到 这个tax credit 当然也会有很多 详细细节 今天就不讲 那么详细 因为也会有很多 事情要留意 另外就是 会常见的tax credit 就是EI 或者CPP contribution 就是说你上班的时候 会供一份CPP 也会供EI 供了那部分 其实会是一个tax credit 那就会有得扣减 另外就是你上班的时候 你赚一个 employment income 也会有一个 employment amount 这样的 那就会是1368 嗯 那就会 无论你一上班 你一有employment income 你就会有这个 那我是self-employed 那又没有呢 self-employed是没有的 我在employed 所以自顾就是惨的 还要供两份CPP 好 另外 home buyers amount 很多时候 那些人不记得 就是说是给一些 首次置业人士 如果他是真的 买楼的时候 买了个自住物业 那他是可以claim一个叫 home buyers amount 可以直接就最多是一万元的 那就是给一些的 首次置业的优惠 那另外因为可能 很多时候有些 moving expense要添置 那有些是claim不到moving expense 那那些就会是给一个 home buyers amount 另外就会是 收pension 收pension income的话 最多是2000元 pension income 如果你是Riff RIF的话 就自动就会是 拿到这个2000元的了 是我会 draw 2000元的时候 我就可以兑得 这个2000元的tax credit 当你有1元的pension income 你就可以拿到2000元的tax credit 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些税务的策略 就是做filing的时候 例如是说 可能Riff 或者是公司派的pension 我们可以做一个叫 income splitting pension splitting 的策略 就将它split最多50% 去配偶 配偶可能他未是65岁的 亦都没有一个pension 即是退休的金 但我们可以撥他过去 他是一个低的税务 那就能够他不单只可以 付低一点的税务 和他也会拿到2000元的免税 好 那另外呢 就常见的就是turation fee credit turation fee 不是就是说 就这样上学 或者上一些兴趣班 就可以了 那些turation fee credit 一定是一个大专院校 读的或者大学 读的科 那些的学费 才可以有得扣减的 那如果是配偶 有读度 或者子女 他当年没有收入去抵消 那可以最多是拨5000元 去给另外一个人 家庭成员 另外一个人 去报了这个面税額 其实你刚才说到 你回那间学校 他会给一张tax form 你就要去跟学校 扣一下印 那就是 确保你真的在那间学校 读的 那就有这个turation 可以用来报税用 另外呢 就是 最常见 就是medical expense 也是最复杂 最多人问 是的 就是说 每一元 花了就会有得去扣呢 或者是 什么为之medical expense 就是 我怎么才是合资的 好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如何为之medical expense 才是第一件事 就是说 很多时候就是 一般来说 你买药 看牙医 其实在官网上 又说到 究竟是 如何为之 eligible medical expense 有时候甚至乎 是你买私人保险 那些医疗保险的 premium 延伸性 医疗健康保险 extended health insurance 对 配眼镜可以吗 配眼镜可以 对 这些都可以是 eligible medical expense 的一种 你可以上官网去看 你只要search eligible medical expense CRA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 整一辣 有些什么是 符合这个资格 那你知道了 什么为之medical expense 之后 就要看是否 你花一元就会有 一元credit 其实不是的 那它那个税法的概念 有一个叫佔底费 就是说 你的医疗费用 首先第一 要超过你 净收入的3% 超过了部分 才会落到 这个tax credit 里面 又或者 你有一个限额 就是 2635元 是的 因为如果你去到 可能50万元收入的话 那3%就会很多 所以它是 以低的那个 银码为主 那就是2635元 或者是你3%的净收入 嗯 超过了部分 才可以去扣减 还有如果 你一个家庭的话 可以夹在一起 的夹在一起 然后claim 下去一个人 那 而claim 先生或者太太 就要看看 当时的情况 那我们做税的时候 也会 plan 这件事 那不如我们拿个例子 讲一下 就是刚才我和Raymond 都计过了 这个2635元 是它们的 maximum 的话 那大概 那个收入 大概7万9元 的年收入 它就可以 叫做 maximize 到 这个的 benefit 那好了 如果它真的 7万9千元的年薪 的话 而它的medical expense 是有6千元的话 那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会说 当年6千元 就会减去 2635元 而剩下的2365元 就会跌下来 这里的 non-refundable tax credit 而最后 当然 就会加上其他的 tax credit 去乘以百分之十五 那就会省到 那个税就是 354元 即不是全数2365元 用来减去你的税 是的 到最后 你是省到350元 即使你是花6千元 所以这个要留意 那当然 还有一个donation donation 其实就是 我们在加拿大捐钱 是有一个退税的 免税额的 而这个免税额 不是百分之十五的 所以就鼓励大家 去捐多些钱 那个怎么去扣减法呢 其实就是说 头二百元是百分之十五 之后是百分之二十九 亦都可以去carry forward 去五年 加上五年的 所以有时候 我们做税的时候 可能见过客人每年都会给 可能是一百元 去捐一个慈善机构 我们会建议 去不去claim 因为一百元 其实就是等于十五元的退税 但是当你超过了二百元 超过了部分 就是百分之十九 所以通常就会叫他carry forward 去到第三年才去claim 那里就会有少少计划 就可以去搞 那就是说 如果假设我捐一万元 那当年呢 我就减去那二百元 就是约略 我不计算那二百元的话 那一万元呢 乘二十九个百分之十 就是有两千九百元 就是我的tax credit 假如我要给一万元这个税的话 那我就可以给少两千九元税 对 对 donation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除了你真金白银 拿现金出来donate 其实也有些人是会用保险 新雇赔偿直接写一些慈善机构 作为受益人 那一笔的新雇赔偿 就会成为你当年的donation的金额 就成为29% 假如你本身的最后个人入息税很高 在这个情况下 就可以帮你减低很多个人入息税 也有些人是将每一年的供款 作为一个donation 然后他也可以用那笔钱 成为他可获得的tax credit 然后每年帮他扣减 他的个人入息税 所以其实在加拿大 好像这么说 很鼓励人去做donation 也除了用现金方法 其实也有很多方法 可以帮到其他需要的人 我觉得没有交了税 我们继续下一个点 Net Federal Tax 就是剩下的联邦税 这里又有什么需要留意呢 这里最常见的就是Federal Dividend Tax Credit 就是在我们投资加拿大的公司的时候 收到那些Dividend 他们会后面有一个複杂的计法 最后会有一个叫做Dividend Tax Credit 给你 这个Credit就不跟那15%似的 所以就会 为什麽就会去到part C 就是因为不会成业15% 如果你收到一个投资回报的税单 上面就会分别写 你有多少capital gain 有多少dividend 或者interest income 亦都会见到一个叫做Dividend Tax Credit 是不是在那里可以找到这个资料 就是填到这个part C的Net Federal Tax 是的 没错 基本上在T3或者T5 就会出一个这样的Tax Credit 那你就要填下去 如果你用app去做 你填完slip的银币 它自动就会帮你加上它 如果你手填的话 你自己手计就加上它 好 意思就是说 你投资加拿大的股票 其实有少少的税务优惠 那这个原理它不是说 你鼓励你去投资加拿大 只不过是说 加拿大公司本身已经给了税 所以就不会双重打同一个税 跟着就 其他那些就不是那麽常见 我们今天就不讲了 那step 6 就在讲refund 和balance owning refund 其实就不只是讲tax refund 很多时候那些客人 就是有点混乱 就是说他那块钱 整块钱都是refund 可能说去年 我去年收了refund 是1000元 为什么今年只有500元呢 我明明收入一模一样 跟着租金又一模一样 就是什么都一模一样 那些人为什么会收少了呢 就是说我们要报错税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说 有很多不同的事情会在这发生了 那例如是说 很多时候cpp overpayment 有时就是说 你的雇主是扣多了你cpp 那然后在报税的时候 计算的时候 就变成你给多了 那他就在这里给你了 那不是税 也不是你要给的东西 对 总之他就给你了 有时候最常见就是 在当年去换工 转工 转工 最常见 那就是会说 可能你是一个 比较高收入的人士 你是找到七万多 就是在年中 已经找到七万多 那间公司 不会再扣你cppei 因为已经超过了需要了 但是你转另一份工 就是由头计起的 所以他又会再扣你 但是当你报税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是 所有你之后给的cpp和ei 都是给多了的 所以他就会在这个地方 给你了 我想问一下 这个situation 其实如果我是有要认知的话 我可不可以和雇主 说我up out 那一年的cpp contribution 是不行的 因为他雇主那边也会供的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政府是赚了的 公司工那份 就是没得refund 但是个人那份 他是refund到的 那个人就等会refund 是的 没错 那就会在这里反映出来 另外一个就是 Canada Workers Benefit 这个很常见的 如果他是上班 赚了一个employment income 或者是self-employed 但是他的income 大概是少过三万元以下 他会有一个叫做CWB 就是Workers Benefit 其实就是鼓励你去继续做事 即使你做事的收入不高 那所以他就 就是与其不做事 那不如就再给多些钱 你等你去继续做事 那所以他有一个 这样的benefit 那和那个tax是没有关系的 那但是要 首先第一 你那个的净收入要低 三万 二万多三万元 二万多三万元 是的 那还有 那会拿二万四 就会拿到最高 最高的银码 那就和你那个 你要有一个的 employment income 或者self-employment income 你才可以去合资格 合资格 是的 没错 而且你要当年是税务居民 是的 你全年都是税务居民 你才可以的 那另外就会有一些 你可能尤其是自雇 自雇或者有租金收入多 或者是平时有些利息收入 或者是股息收入多 就是没有在source那里叫repholding 就是没有给一个预缴税 那税务在刚刚这个时候 应该很多客人会收到一个叫 Installment reminder 是的 那就是在这里出现的 那刚刚就 因为很多人问 那他就会要你交一个预缴税 是的 那么 那长程怎么计法 我就不在那里怎么说 因为都比较复杂 但是你那个预缴税 你给了预缴税 所有的预缴税 其实在这里就会放在这里 如果你当年你是欠 报完税之后 欠税税是1000元 而你预缴了2000元 那他就会在这里就扣回给你了 那你就会多一千元的refund 是的 所以有时候不是说 你找到一个会计师 帮你有一个很大的refund 就是一个好的会计师 因为我可以叫你 给5000元的repholding tax 那你跟着之后 就会拿回4000元的refund 所以就不关事了 是的 不如将多余的4000元做下投资吧 做下投资 或者帮自己做一些reinvestment 投回在自己公司也好 个人也好 发展过艳务 非常之好 今次我终于都有机会了 很清晰地去了解整份T1 我相信也有很多在座的观众 相信就算不是一定身严 就算是老华侨 甚至是本地人 我都很肯定有八成以上的人 不知自己报了些什么税 报完份税 究竟有些什么 打什么资料 今次有这个机会了解更加多 在第一条片的时候 我们都说过 报完税 承交了CRA之后 我们就要等CRA出一份notice of assessment notice of assessment 如果大家未收到notice of assessment的话 以前是记的 现在我也不知道他记不记 我经常听到客人说 那我怎样可以找回这些资料呢 如果你未曾开 无论你找人报税 自己报税 未曾开CRA my account 这个login的话 我非常推荐大家 去做这个动作 因为是失事的 你去做registration 他还要说 我会再寄一个verification code给你 有时又会寄失 有很多东西 你要打上CRA 就要等6个小时 就要被人吸线 接着要再打 立即做了这个login的registration 之后 你就可以在上面 下载你的NOA的资料 并且在那里 也可以看到你的RRSP 和TFSA的contribution room 也可以看到 你有没有欠政府钱 或者政府有没有欠你钱 如果你要交installment 在那里他也会提醒你 什么时候 几日要交多少的installment 很多资料可以提醒 所以我也推荐大家 尽快去开这个registration 你就打CRA 就应该可以找到那个网络 对 我多谢Raymond 你今次 教学式地分享了 一些T1 report里的资讯 无论你是自己补税 或是找人补税 自己补税 你也要认识才可以补税 找人补税 很多时候都会交给他 报告完 最好有讯息 什么都不用想 但今次就有这个机会 去认识更多了 希望下次再请Raymond上来 分享更多 关于加拿大税务的资讯 让我们的观众 可以学习更多的税务资讯 下次再和大家见面 下次再分享其他讯息 如果未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记得要做 和可以将这些讯息 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下次再和大家见面 下次见